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德宝动态设计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技术就是 2024.4的这个新增的例子 发生断层的这个问题 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物体在短时间内一帧之内 然后它有较大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变化 例如这一个动画 它这个动画呢 在短时间之内我们来看 它这个在每一帧隔一帧的情况下 它这里它就动得很快 是吧 而我们这个时候用粒子发射器来看一下它这里有什么问题 这个小球啊 它这个是用的一个弯曲 它就是用的一个弯曲 然后在这里贴着一个这样子甩动的一个动画 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粒子断层怎么解决 然后先看看它会现有什么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是希望这个粒子是在这个球上面去发射 发射器的这个类型 那么首选肯定就是网格发射器了 好 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几合体就是这个球放进来 然后我们把这里属性啊 因为我想这个观察它立个运动形态 好 我们先把这个速度改为0 先不要任何的速度 我们就让它在那里发射在原地发射 好 我们把这个发射的数量打高一点点 利用改成1万 然后我们来播放一下 看一下会出现什么 这里是不是一粒一粒一粒颗粒 它这里断层很厉害呀 发现没有 阿文再来播放一下 是不是 它这里 尤其是这一下 因为它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 每一针一针之间的间距过大 比如这里 你看 我们看 注意观察 你看 你看 这里50到51 52 你看 它这里一针 它们之间就有较大的间隙 所以呢 它粒子发射呢 识别不出来 它这里就是出现问题了 你看 这里它现在是不是 这里就是1234567 七针 它这里做了一个半圆的这个甩动 你看到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按Ctrl D 对吧 我们在这里模拟 最后一栏粒子 这里 它这里一个子不符 对吧 它这里提高了 例如是已经是25了 它默认才是1的 我们要恢复为默认1 好 我们来播放 它这个不会有任何的改善空间的 问题就是 原因就是 我刚才说的 每一针之间的间距过大 然后你这里 无论这里怎么再提高都一事无补的 不能够 解决它任何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把这个删掉 然后呢 我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好 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一个追踪对象 我的解决方法就 其实就跟那个Houdini的那个Chill 就是拖尾 CCD 里面 它不是也有追踪对象吗 我们使用这个小球作为连接的对象 然后追踪的使用它的那个点 它这个就是会追踪出来 你看 是不是 这个甩动 我们持续的去追踪它 但是它追踪的时间很短 我们就是 总共就是两针嘛 我们就是追踪两针 这个问题不大 好 我们这个使用这个 样条发射器 因为样条发射器 我们这个几合体就是使用这个追踪对象 我们注意啊 我们使用这个模式是点 好 我们这个属性这里面先把这个速度先不要先啊 我让它甩动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粒子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断层了 是不是 它现在是不是没有断层了 它现在是不是没有断层 这个我们首先 先确认下来是不是没有断层 给它一个揣流 再放到粒子组里面 强度改一改 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 我们把这个强度跟这个大小也再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让这个粒子的说明这里面 然后有10帧左右的变化 然后让它们消失 然后我们再给它进行一些颜色映射 用这个速度 例如是500 改一改这个色彩 啊 例如我们用个五颜六色彩红色 好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使用一个追踪对象 解决你这个物体运动过快 然后导致的这个断层问题 好吧 这个是我个人临时想到一个办法 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 最近也没有去研究粒子这一块啊 这个刚好他有一个群友 昨天晚上大半夜的就问我 我就用这个托尾 然后我简单的检查一下 然后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这玩意儿 你如果是硬钢 它是不行的 使用一个取巧的方法去解决这种问题 应用到你这个项目里面啊 你可能是一个人物或者是动物啊 这些每个对应的这个场景 对应的这个物体啊 情况啊都会有所不同 但是总体的思路应该就是大差不差 都是可以解决这种问题的啊 好 这里是德把动态设计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